好,我们现在来介绍 用直线工具来画这个图形 当然这个用矩形工具搭配直线工具 可以很快速地做出这个图形 可是我们利用直线工具 慢慢来画这个图形 让同学了解一下直线工具的用法 好,一样我们先告诉它起点 再来告诉它方向 这个是3 速度3 按Enter 再来告诉它方向2按Enter 再来告诉它方向2按Enter 再来告诉它方向1按Enter 告诉它方向1按Enter 这个底下的图就 底就做出来了 好,往上2按Enter 往这边 2按Enter 再往下 它会自动贴起 按Enter 直接点一下就好了 好,再来换这个 往上1按Enter 好,这边有一个 同学一定要特别注意哦 因为它会自动帮我们贴起 所以有有线的地方或是有点的地方 它会自动贴哦 所以这里有时候常常不小心就贴到后面去的 所以你注意看我现在点了一下 所以你注意看它是贴到后面的线哦 所以这边老师会习惯怎么做 因为你这种等角图哦 很容易点跟点重叠 所以老师都会把它错开 好,这样子 好,从这边1按Enter 再往下 好,这就不是用按的直接点一下就好了 好,好,换这边 小心,对不起 不小心没有点到终点 点一下 往上2按Enter 好,再直接连到这边 它会找终点嘛 点一下 好,这里 现在这里不用线了嘛 直接按ESC 取消这个工具的作用 按ESC 有没有 它就停止了 好,好,再来换这边 一样嘛 1嘛 按Enter 这边 1按Enter 好 再来这个可以连到这边 好 这个可以连到这边 好 好,再来换后面 2按Enter 连过来 好,利用滚轮按住 旋转 点一下 好 好 一样 自动把我们找终点嘛 所以很快的 有没有 我们这样子就可以 画出我们要的图形 好 好